今天我们读完了 立位记的第七章 立位记一到七章 主要在讲这五个记 就是凡记 恕记 赎罪记 赎千记 跟平安记 我大概用一点点说明 特别今天是复活节 我们来说明一下 我们来说明一下 在这个五个记里面 如果你要以记物来分 是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一个血记 一种叫做素记 另外呢 如果我们要在意思来分 有两种意思 一个叫做心香的记 一个叫做赎罪的记 而心香的记 在这五个里面就是指 板记 素记 跟平安记 好 那另外呢 赎罪的记里面 就是有赎罪记 跟赎千记 好 但是不论如何呢 他们都是用流血 来亲近神 以祭物来代替 献祭的人 那他更预表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主耶稣 把自己献为记 在读这个立位记 真的不容易 求主来祝福你 我们 祝福你 让你真的开启 把智慧启事灵赏给你 好 你慢慢的读 如果你真的读不明白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你哪个地方有疑惑 好 我们也会尽快的回答你 奉主的名来祝福你 Am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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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